现在亚农特别热闹特别热闹 但是现在的新加坡不只是亚农热闹 我现在在我的对面的话 如果我走的这一面是双树巷子的这边 然后外面这条道路的话就是亚农大道 大道对面是三树号 然后单树巷子的话是没有那些很多的 就是但是你会看到有很多人喜欢在那里咬鸡 就是说这就是新加坡所说的鸡场 鸡场 然后这里 然后这是双树巷 二十巷 然后这巷子里面到处都是有是活化的 都是活化的 正规的 然后有一些坐在那里的 招 招揽客人的 有些坐在那里招揽客人的 但是呢他是在跟自己带来生意的 他会跟你讲 就是五十块钱一次 加上一些消费税的话大概就是五十多块钱 然后 然后这个巷子里面到处都是 然后 欲南人 就会 欲南人 去 像这个 去他家去 去他就感觉像家一样 然后你去他门口去敲门 就可以了 去他挂着灯笼的呀 或者是 比如像现在这里 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感受一下真实的 如何在这里来 让自己消遣消遣 这样的一个活动 然后带来的话 就可以去这些酒店啊 然后就去了 比如像这样 这是开门的 然后 这是开门的 然后 就可以问 这都凳子上 这个凳子 这个凳子就是坐在那里 有客人来问的话 有人走到这里来问的话 然后就 带进去 然后进到屋子里面就坐了 然后这里面也是 这里面都是有人坐的 只要进去 花钱就行了 然后你看这外面有很多的人 正在这里找 而且还在这里等着 都在门口等着 然后 这是越南的 这一看就是越南的 你看很多人开着车在这里 都是可以 直接进去 就可以 花钱 更让自己高兴高兴了 然后这是双数项 双数项的话 像是20项 十八项 还有十六项 十四项 等的都有 十四项 还有十 十四项 还有十八项 也是有的 都是相同的 像这样的 这个那个你看那里有个椅子 有人在那里坐在椅子上的 有些是女 这就是 你看在椅子上坐着的 他就会 如果你去问他 要不要有没有 他就 就直接去了 这儿椅子 然后这个椅子在等着 外面有人在等着 直接进去 花钱 就可以 消费的 很棒的很棒的 像这个 对这个椅子 很多很多的 这都是合法的 就是你每一笔消费的话 一个是你的服 还要交一笔是消费税 因为这边的 不管是在外面去吃饭啊 还是说是做什么其他的 等等的 你都会有消费税的 消费税的话是在7% 好像现在是涨了8%吧 对 所以 这就是在新加坡 这些都是合法的 这些都是合法的 是正规的 就是 是男人的天堂 但是 说实话 久了 这些东西已经没什么意思了 还是作为男人吗 还是 把钱存着比较好 因为 说实话 它一个东西啊 不能让你 只能说让你身体上的一种放纵了 放纵了自己的欲望 但是不能让你真正的快乐起来 还是谨慎吧 还是让自己自律一点 但是 在新加坡不止这些 新加坡 还有很多 比如像很多理发店呀 美容店呢 还有 到处都有 到处都有 都有刺情服务 比如像 在滨海湾那边周围的那些 地方啊 只要你看着按摩店了 那按摩店里面你去了 一般都是私情服务 都是有的 都是 都 然后 都会有的 还有 比如像 最臭名招呼的就是好几大厦 那里的异店是非常多的 然后 简直就是男人的天堂 女人赚钱的天堂 都是 男欢女爱男女的天堂 啊 所以 新加坡就是这么的受欢迎 这里还有几个人 在这里等着 他们也在 排队吧 排队 啊 真说实话 还是 算啊 我没有去过这一点 但我知道有 我在这边生活了 这一年了吧 有一次我去做按摩的时候 在 Bugis 就是武器室 那里的时候做的 就是 小姐姐就直接问我要不要 不说不要的 他说你加一百就可以有其他的 我说 算了吧 我说我还是认真做 做一下按摩 让自己放松一下 就OK